《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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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言其三恶者 世间人民相因寄生 共居天地之间 楚年寿命 无能几何 《上游贤民长者尊贵豪富》 《下游贫穷失见汪烈渔夫》 《中游不善之人常怀邪恶》 《但念淫衣 凡满胸中 爱欲交断 做起不安 《贪亦守习》 但欲堂德 勉来细舍 邪态万一 《自欺骑厌真 失望出入 费损家财 视为非法》 《交结聚会 心施相伐》 《攻结杀戮 强夺无道》 好 先看这一段 在我们《无量寿经》的总的科表当中 这属于正中分 正中分有四个结构段 第一个结构段是详细介绍 阿弥陀佛的因地的大愿 以及净土的庄严 其目的是让大家产生信心耗耀之愿 第二个结构段就是 产师 发愿 修行 让他得以成就净土 这就是三倍往生十方复战 第三个结构段就是 是标取五浊阿弥陀的重苦 令我们产生厌厌性 好 那么这就是 这个第三个结构段当中的 第三小段 五阿五善 第二十九章 厌一點 前面 谈到了第一严 第二 严 调 毒 第二、严 杀,杀, quién, quién port 就是杀和道 那么这一段呢 就谈到邪飞业 间代由邪�zo音说 所引发的这种杀和道 都是围绕邪淫的罪业所展开的 看到这些经文 我们真的是感觉到 佛是无眼圆明的大致觉者 把我们舒服世界的众生之相 深浅的这些烦恼 以及外现的非理的行为 都描述得非常的精确 这是佛的大圆镜之里面 所自然显现的众生之相 一种如实的描绘 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 弥勒菩萨与余会的大众 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在五恶五痛五烧 这样的过程当中所造作的第三种恶 就是邪淫 这是世间人民相应寄生 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相应应什么 就是因相互由于淫欲的这样的一个树荫 来做父母子女 共同寄生在这个天地之间 佛经里面常常是谈到我们的烦恼 最重的就是淫欲 这个淫欲虽然它好像不是被他人以加害 但是从心性上来说 这是最大的细腹 细腹其心 成沟佛性 所以谈这个淫欲之法有三种过失 它实际上从它追求欲望的过程 到满足欲望的结果 它都是苦 但是苦在一般的凡夫眼里 却认为是很快乐的事情 这就是苦而是乐 那么这个淫欲实际上很没什么味道 但是它的结果却导致很多的灾难 少为多灾 这淫欲的过程实际上很不清净 污秽的 不敬恨 但是给凡夫众生在颠倒的这种眼光当中 感受到中 它还以为很清净 不敬 是敬 所以它是细腹 烈的凡夫最重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投身在这个欲界 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烦恼过来的 相应即生 爱不重 不胜说谱 那既然来了作为六亲眷属 你共同的居住在这个天地之间 三界里面 这里面你有生病就有死了 那处年寿命 处在这样的世间 你过了这一期的生命 有一定的年限 这个寿命实际上是很短 无能几何 你就是活一百岁 迟早也是要死的 而一百岁呢 相对于天人来说 它非常短暂 而且还不一定能活到那么长时间 中途还有种种夭折 横祸 让我们生命不能延续 那就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 这里面 你看 尚有贤命长子 就是社会地位很高的 有贤德 也有点智慧的长子 这个富贵之人 这是指上层人士 那么下面社会底层的 有贫穷无告的 吃饭都吃不饱的 这个工作非常低贱的 六根不拒的 精神不正常的 愚痴之人 这是指上和下 中间还有 虽然没有什么智慧地位 但是他活的生活呢 还是小康 这个小康的人 又没有更高的追求 但是他又保暖 保暖是淫欲 你看 无论是社会高层的 社会地层 它是中间层的 它有个共同的特点 常怀邪恶 这个常就是 很常啊 心里所想的 都是邪取 都是罪恶 为什么叫举行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恶呀 这在佛言里 他有他心通 一切众生的念头 都是息之息见 知道我们就是邪恶的众生 念头当中 没有几个是善念 亲近的念头 常怀邪恶 那这个邪恶里面 但念淫欲 但这里面 在所有邪恶的念头当中 这个淫欲的 这个念头最重 突出起来了 你看这都是我们 跟我们众生下来画画呀 这无法逃寻 但因为举行念念都是 这个淫欲的心 男人爱女人 女人爱男人 都是那种充满着 一种色情的想象 那这个淫欲呢 它以火的形式表达出来 它引发火嘛 这种烦躁 烦热 在胸中 沸腾 燃烧 就繁满胸中 繁满胸中 这里面就是 贪爱 贪爱美色 爱欲交乱 爱美色 欲呢就想占有 这样在心中的相交 然后使自己坐立不安 动 坐起不安 他念念想到 要追求这种欲望的满足 男孩子怎么跟女孩子接触 女孩子怎么跟男孩子接触 怎么相互 获得对方的欢心 怎么追求 怎么获得一种满足 他这里都是想这个 你让他静下来 去做点 这个学问的事情 读点书 或者念念佛什么 那是没有办法的 他要出入那些 歌舞啊 舞厅啊 那些男男女女 在一起的地方啊 坐起不安 这个 热躁 贪欲首席 这个贪 他就 有对 这个美色的贪欲之心 这个贪就是他没有得到 他很想得到 这个意念非常强烈 好 那么贪欲首席呢 就是得到之后又怕失去 又得金物长焦 别人多看一下 他的情人一眼他都不愿意 守住 爱惜 而且对一般的凡夫主持人 还淡于唐德 这个唐德就是得到这些 爱情呢 希望有一种意外的爱情 你看有很多电影小说都表达的 他可能一个人想出外旅游啊 他可能都充满想象 我这次出外旅游 能不能有意外的爱情上的收获 然后或者在火车上 人船上什么就得 这个没话找话 这个能够 这个答应上一个 那男的好像走动一点 女的也有这种幻想 这个上次看一个例子 说一个上海的一个姑娘 到那个西藏去 他就得到了一份 所谓意外的爱情 看得一个好像 西藏的小伙子长得很雄壮 大上钩了 住了一点晚 最后等他回到 他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但是想不到他一回来 那是那个女的上海姑娘 是一个小学老师 那个男的西藏青年 就来找他了 一找他 另外来了还有一个女的 把他找到宾馆之后 门一官向他敲诈勒索 你乘着上多少钱 必须全都拿出来 不拿就打 扣在那个宾馆 搞得这个上海姑娘 没办法就报警 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呢 都是由于自己的不正念 所道指的 但与唐德 这个免来细色 免来就是对美色 就是免来就是那种偷眼看 这种邪视 眼目传情 这样的一个情况 特别是男女 这个眼根 眼根 可是跟心理的活动 太密切了 他看到一种美色 马上传达到中枢神经 胜利系统 马上他就照日 马上这个欲望就上来了 所以为什么非礼复 复视 你不要去随便乱看 特别是那些色情的 那些网吧 那些图像 你一看 那你真的就睡不着了 免来细色 有免来细色 他心里就有这种 邪态万一 就是他表现的 这种言喻的状态 都是很 外溢 就是表现在外面很明显 就好像一个男的 看着一个美女 骨头都是书的 小兮兮 开玩笑 调情 一看就是一个邪态万一 失眯眯的样子 男的这样 女的义父老师 邪态万一 自欺真严 自己的妻子待久了 他觉得讨厌了 他要换心了 自欺真严 这样就悄悄地去找情人 或者出入红灯区 与失望出入 失望出入 也想怕别人 也想保密 隐私 悄悄地 这个望就是 行为望动 出入在情人 或者红灯区的地方 那么这样 你做这些邪淫的事呢 那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咯 得要钱咯 费损家产 有很多 为了讨好情人 把家里的贵重的东西 黄金首饰 都偷出来 给情人讨欢心 有点钱 都用在女人身上去了 非诚家产 所表达 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非法的 不正当的事情 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仅仅是满足 自己一种 邪淫的欲望 有时为了满足 业情 它可能付出 惨重的代价 原来我们镜头杂志 登过一个 人的忏悔的 一篇文章 刚刚大学毕业 找到一份工作 几个朋友 在这聚餐 可能喝了酒 大家喝了酒 这个喝酒也不是好事 喝了酒 大家是不是到发廊去看看 发廊大概就是 那些淫乱的地方 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 他也跟着去 到法廊里面 躲了一晚上 回来不久 感觉身体不舒服 到医院一检查 艾滋病 他就感觉到天都塌下来了 想到父母好不容易从农村考上大学 供养了他 刚刚参加工作 也没有谈过恋爱 怎么就一夜 过了一夜前就 艾滋病了 这时候他的后悔 是叫天天不应 没有 脸面再回家 像面对父母 痛不欲生 这就是惨重的代价 也就是少喂多灾 你得到这一夜情 就是那么短暂的一点 所谓的虚幻的快乐 你的灾难却是这样的深重 这很可怕 多少人叫一时足复成千古恨 那这种欲望实在是 禅脑在内心太深重了 所以众生在这里交结聚会 这些有淫于邪淫 烦恼的人就 就无以内聚 人以全分 他们就常常就交往 聚会 集体淫乱 淫乱 现在你看 有些地方 圣心换期 换期的这样的行为 你这对夫妻说 我们有个好像聚落部似的 到了那个地方 换期 这就是集体淫乱了 这就是集体淫乱了 好 心思想法 为了一个女人的获得 乃至于可以打仗 中外历史上都有这样的例子 为了美女打仗 你看这个烦恼有多重 相互的攻击 劫略杀戮 就是为了这个欲望的满足 这个强行的争夺 这个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一种道德上的约束 所以为什么要讲一种戒律的精神 理伐的堤坝 没有这个东西 你放进这种欲望的洪水 那是冲垮一切 很可怕 好 请看下面 恶心在外不自修业 盗窃取得欲疾尘势 恐是扑歇归己妻子 知心快意 急生着乐 或于亲俗不必尊卑 家食中外 患而苦之 义服不畏 王法禁定 如是知恶 坐依人鬼 日约照见 神明济世 故有自然山徒 无量苦劳 辗转其中 此事事累劫 无有出奇 难得解脱 痛不可言 视为三大恶 三痛三烧 勤苦如是 譬如大火 浑烧人生 仍然于衷 一心致意 端身正行 独作足善 不为众恶者 生独度脱 获其福德 度是上天 泥环之道 视为三大善也 好 看这一段 这样的恶心 就是这种 要得到欲望满足 不择手段 的心 叫恶心 这样的邪淫的行为 表现在外面 这种人 这种人常常就不会去有正当的职业 就不务正业 好意务劳 如果家里富贵一点就是花花公子 如果家境不好的没有家产可以让他去恢复满欲 他就盗窃去得 去偷 去偷的钱财 再来满足他的欲望的满足 这种欲积成事 欲积成事就是他这种欲望来了 就想追求女色 想到手 想成就他的美事 欲积成事 在这过程当中 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或者用恐吓的手段 或者壮士临人 或者强迫 这些手段 去获得钱财 获得钱财 就是去讨好他的情夫 讨好情夫呢 就放纵他的那种 邪淫的心 快意 就是以这个淫欲的行为 作为他的痛快 幸福的事情 急身着乐 他得到这个女色 就好像一只狗 得到了一点 稍有点肉的这个骨头一样 哎呀 那爱得不得了啊 天天缠绵啊 急身 哪怕身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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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劳之急 他也得要 去 这个 做这种盈欲的事情 这个事实际上 确实很苦啊 这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但愚痴的众生 却以为 最大的快乐 急身者 更有圣者呢 他这种欲望啊 邪淫 不仅在外面 你在外面 人家可能还情有可言 但兔子不吃窝边草啊 他甚至在家里都是这样 有乱伦的行为 这就是 或于亲属 不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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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自古以来 尤其现在看到的这些 那这个乱伦呢 这很麻烦呢 父亲跟女儿 儿子跟母亲 他都敢有这种盈欲的行为 那是畜生都不如啊 还兄弟姊妹之间呢 一般来说 为什么你的精神 婚姻都不能跟直属亲戚 有血缘亲属关系 都不能去有婚姻关系 因为这里一方面是一个伦理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 有血缘关系的 这样的婚姻生的小孩 都是不行的 你看就是在这个百巨楼中 他们男女之间的满足 他很可能性自由 是有快乐 只要男女看的都比较顺严 他们就在一棵树下 一棵树下 这个树自能垂下的盖住 他们可以在那种 做一种隐喻的行为 但如果你这个 这两个男女是有亲属关系的 有血缘关系的 这棵树都不垂下来 这一看就是 这是不能做一种隐喻行为的 这种乱伦的行为 是极大的罪恶 那有这种乱伦行为 那家庭里面的成员 都会很讨厌他 都避而远之 但是他都不怕 不怕乱伦的这样的一个 罪恶的这种谴责 也不怕枉法的禁令 就是国法也是不允许这种行为的 这种 包括其实像师生关系 师徒关系 都有名誉上的 这种父亲和子女的关系 实际上都不能去做 那么奴士之恶 就是前面所表达的这些 邪淫的罪恶 你只要助了 助于人鬼 在人间 就会被国家的法律 所乘处 就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在人面前 你就抬不起头 这是在人间 在敏见 这些敏观 也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天地日月 日月也能够照见你这种 这种 这种邪淫的行为 神明济世 神明我们前面谈的 神明就是我们余生 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 叫巨生神 一个是同性女 同性女在右边 来济我们的恶行 一个是同名男 在左边济我们的善神 所以我们举行动念行为 照做的行为 这个神明都记得 一清二楚 还有每个月 一天的六灾日 这个四大天王的善神 道德天王的善神 都在考察 人间的善恶 那么家里的造神 都会一年有三次 把你的行为向上面汇报 一年有八个节气 上天神会来考察 这些上报上的材料 是不是真实 所以我们在这个阳间的行为 跟其他的时空态里面 是密切相关的 真的是举头三尺 有神明的 一一都记得在档案上 以后的因果 绝对是不虚的 那谁自然而来 你犯了邪恶的 邪淫的罪 你的报应 就赶得自然而然的 出生恶鬼 地狱之暴 所以这个自然山土 无量苦劳 要看这不是谁给你施舍的 不是谁给你去定的 是你的行为自然感召的 你到三个道里面 就要经受无量的苦劳 而且辗转其中 你下了地狱 地狱的罪受完了 就到恶鬼道 恶鬼道受完了 就到出生道 出生道受完了 在在人道里面 跟你原来欠了情 在曾经你这个去强奸过的 去欺骗人家 又碰面 辗转其中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之久 世事累计无有出奇 难得解脱 佛又是看到修房舌 那个蚂蚁 那七佛以来 还是蚂蚁生了 让瑟利弗观察 一个鸽子八万一节 是什么身份 那都观察不到 八万大节以来 都没有摆脱鸽子的身体 这就是世事累计无有出奇 他一到那种 三恶道里面去 他又执着三恶道的身体 是真实的 那又在那种苦的状态当中 又引发他的烦恼 就造成更大的苦 实际上是每况愈想 特别难以脱离苦去 这是非常 佛非常深刻的悲悯 难得解脱 这里面所受的痛苦 是难以言表的 所以这就是第三种大恶 来劝要修缮 由这个大恶就会感到痛 痛苦 感到火烧 这样的情苦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奴士的夜阴果报之相 这样的痛苦呢 就像这个大火 在人的身体当中燃焚烧 欲火焚烧 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 这样的一个因果的法则 这种烦恼的厚重 在这里我们发心修道 能够在这样的烦恼道中 一心致意 用我们的生命 来制控这种邪淫之意 端正自己的生意 使自己的行为 如法如理 清净 独着主上 就是在这个世间 大部分人都在造恶 因为他举行动念 常怀邪恶 淡念淫欲 正因为有这个念头 所以才感得 有这么多的红灯区 邪淫的常俗 隐私 网络 这些东西 它就是由于我们的烦恼的心念 所表达出来的 如果又没有因果的观念 又没有修道的氛围 那绝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这一边去 所以在这里 在大家都造邪淫之意的时候 你生性因果要独着主上 你自己不要去做那个事情 自己一定要修行善法 不作众恶 这样你就能够独自得到度托 这个度托就不到三个道里面去了 就能得人天的福报 如果你发菩提心 由你自断邪淫的行为 还能够得到泥环之道 就是涅槃之道 这是第三种善也 那么一般这个 经论当中都会谈到 邪淫的种种罪恶 不邪淫的种种辅报 邪淫呢 比如你一邪淫之后 你就常常呢 就忧虑对方 对方配偶的这个报复 属杀 你看现在很多的情杀 就由于你玩弄那个女性 人家女性她有她的配偶 人家就不答应了 不答应那就得找你的麻烦了 有很多这样的就是由这个来的 那你邪淫 你在外面去包二奶 做什么 你夫妻关系肯定不好 不和睦哦 因为爱情有个特点 还真的在人道的爱情 都希望专一哦 那你这么样的分散的话 这样的循环 温柳 那肯定家庭就不和睦哦 你在邪淫 你就会引发你的恶的劣根性了 恶的一面 你的善的一面就减少了 你一进到这个邪淫状态当中 你身心都要被戕害 身体就不行了 你这个着乐 是要付出你很大的代价的 原来有一个公案说 房宫里面有些很多宫女 身心憔悴 面黄激瘦 这个房地觉得很奇怪 吃得很好 怎么身体都不好 就问这个太医 问医生 这宫女怎么办呢 身体都不好 他这个医生说 这好办 我开个药方 这个病马上就能好 开什么药方 十个美男 开十个美男过去 这些宫女看到美男子了 一个个有说有笑 饭也吃尽了什么的 过段时间真的是 面色非常好 身体很风雨什么的 但一看到这些宫女后面 有十个瘦骨伶丁 皮包瘦骨不像人形的人 这个房地说 那是什么呀 这个太医说 那是要渣子 你看看 他就是做这些 因为自己就不行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疾病 死亡 真的像印竹说的 人命中活完的生命 的人 很少啊 十分之四 被夭折 由于这个邪淫 让十分之四的人 直接死亡 十分之四的人 间接死亡 能够活完他 命中正常寿命的 只占到十分之二而已 所以 所以 夭折啊 是由于他的邪淫 欲望 身体就不行了 狠死啊 妖王啊 就由这个 在你邪淫 你就是要有 要有钱去贴补进去 你的财产 就日益的消耗啊 然后你有这个 邪淫的行为 也怕别人发现 鬼鬼祟祟的什么 你就被人怀疑啊 然后你有这邪淫的行为 你在家庭就没有地位啊 你看看 你有邪淫的行为 首先你的子女 就瞧不起你啊 你再要教育子女 那个子女就跟你说 你还说我啊 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啊 你都没话可说呀 亲友都不喜欢了 这种行为种下了 种种冤 冤冤冤冤的因缘了 最后 死了以后 要到地狱里面去啊 地狱里面再出来 或者成为一个 淫女啊 或者多个女人 供一个丈夫啊 如果你身为男子 你的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都不 都不贞洁啊 这都是由于邪淫导致的后果 现实和未来 所以为什么古人说 万恶 赢为首啊 所有的罪恶当中 赢是放在第一的 如果你不邪淫 就能增长福报 大家就会称谕你 你也不怕别人来报复 也不怕法律 这惩处 你身心得到安稳 死后生到天上 如果你那个 真纪的生活 这个持不邪淫戒 你能够求生极乐世界 还是往生的资粮 所以这条界一定要持好 如果放纵了这个烦恼 那么这一段 第三恶 第三痛 第三烧 就是我们的一面禁止 我们每个人都想 驱 驱乐必苦 但是我们常常就是颠倒 放纵自己的邪淫的行为 导致了剧烈的痛苦 这一定要加以警觉 尤其是对现代人 这种邪淫的行为 已经太普遍了 甚至把它美化为 现代意识 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 是一种很有 很浪漫的行为 很光彩的行为 一个成功的男子 如果还没有点情人 好像都不好意思 现在颠倒得很厉害 那么我们作为佛弟子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被这种世俗的观念 牵着走 好 请看下面 佛言其四恶者 世间人民 不念修善 转向教令 共为众恶 两舌恶口 妄言其语 缠则斗乱 曾记善人 败坏贤民 鱼旁快喜 不孝二亲 亲慢师长 朋友无信 难得诚实 尊贵至大 为己有道 恨行微事 亲亦于人 不能自知 唯恶无耻 自已强健 欲人尽难 不畏天地 神明日月 不肯着善 难可详化 自用燕迁 未可长耳 无数幽据 常怀 交慢 好 先看这一段 这个第四恶 是谈口耶的四种恶 以妄语为主 口耶是什么呢 也是我们 这个言佛提 世间的人民 不念修善 也是才异地当中 没有修善的念头 所以为什么我们 会下一辈子 绝对失去人生呢 因为这个念头里面 它是有因果的 每个念头都有因果 你一个念头起来 就种下了一个业因 就在阿那耶事里面 就是一个种子 那你不是修善的念头 天天都是恶的念头 那恶的念头 他还有个颠倒 认为恶的念头好 能够获得成功发展 能够获得五余的这种满足 获得更大的资源 所以他把这个认为 是个好的行为 自己就这样去做 甚至还教别人 也这样做 教子孙后代也这么做 转向教令 然后自己和他人 跟家庭卷说 共同来造作种种的恶业 共为众恶 所以一个民族 一个个体 他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 道德价值观 道德行为的标准的话 他整个的就会 知见上 价值观上的混乱 共为众恶 就好像我们 这个食品安全 它不是一个企业 两个企业 而是普遍的现象 这种学术界的 抄袭的风气 不是一个大学 两个大学 也是普遍的现象 所以从中看到 我们只是强调文凭 学历知识技能 没有一点道德感的 这些科学家 给这个民族 到底会带来什么 所以这些共为众恶里面 这里就是造假的问题 这个口噶的是种 两舌挑拨离间 恶口用那种粗恶的语言 骂人 妄言 这个与世事不相符的言语 这个其语 其语就是那些 毁引毁盗的那些语言 那么用这个口噶来离 离就是用离言 来忠伤那些有道德的人 这个贼就是伤害了证人 斗争 扰乱 这个口噶带来的问题很多 人家本来是一个证人君子 他到处造谣中伤 或者写检举报告 说人家造了 有这个罪过那个罪过 一个团体本来是很和和 然后他说 谁说你的不是 他说他的不是 能够相互 产生猜疑甚至斗断 这种人就是对这个善人 真纪善人 这个善人就是身性因果 行为上道德自律 一心向善的人 这些恶人就看不惯了 他就很憎恨别人 很嫉妒别人 一定要把这个善人打下来 让他没有面子 最后跟这些恶人一样 所以在恶人 占主导的这个社会当中 或者一个团体当中 确实善人是很难 很难占立的 他看不惯你 所以这恶人 必然他会 真纪善人 败坏贤民 对有贤德 智慧之人 他要败坏人家 败坏人家的名誉 然后等他的这些 这个诽谤 造谣的语言 得逞了 让这些贤民的善人 都没有面子 都下台了 他在旁边 窃窃自喜 他得逞了 一旁快选 这些不诚实的人呢 就是有座恶口烦恼人 他也常常是 对他的父母 而情不孝顺 对他的诗长 轻慢 轻视傲慢 与朋友之间呢 也没有信誉 朋友无信 说假话 骗人 这个朋友之间 本身是有规劝之意 有共财之意 朋友是五轮关系 也是很重要的一轮 朋友之间 是要靠信誉的纽带的 现在他就竟然 没有一点信誉 难得诚实 非常不老实 这是众生的 余生俱来的烦恼 一种文化 一种宗教 就要对峙这个烦恼 所以你看 鲁家的 典籍 为什么特别谈到 成的问题 真成 成则明 一 明则成一 一定谈到性的问题 人而无性 不知其可 作为人就应该有性 你看这个性字 一个人字旁 一个年字 你是人说的话 语言 就有信誉度 这是对人的尊严的重视 尊重 你人是万物之灵 你君子一年祭出 四马难追 一定要兑现自己的裸年 而且马上兑现 只要君子说的话 那都会相信 他把他的信誉 看作高于他的生命 是这么一种 人格的超数 否则你讲的假话 讲的话是 骗人的话 你就不是人了 人讲的话是信誉 你讲的 不让人产生信誉的话 你可不是 自己取消了 助人的资格吗 这一点 你看我们鲁家文化 几千年的熏悉 我们中国人本身是诚实的 你看在清朝 看那些老外经商 他们对中国的商人 就有一种评价 中国的商人诚实 你不签约 他也照样给你 给你兑现 你看看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 他作为山西的这种金融方面 怎么发展起来的 他就靠信誉 乃至于在50年 要破产的时候 他都要把所有的欠债 全都要还清除 这就是信誉 这就是他的利家资本 你金融搞这个票据 这方面的金融行业的 他就是靠信心来支撑的 没有信心 你就根本干不下去 人家有信心 我才敢把钱存在你这个地方 你的钱多 你可以在 可以一方面收取利息 另一方面再发放贷款 从中又有回报 你的钱越 存的钱越多 你所施展的 你的利润空间越大 那为什么我能够把钱存在你这里 对你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 我就不敢存 不敢存 你就没有去运作的资本 所以这个信誉是超过生命的 但是有些愚痴的人经商 竟然对这个 他都敢去碰这个高压线 让人感觉到一点信誉都没有 但恰好恰好他也觉得 他是小人的心态 我跟你做一锤子买卖 做完了 中国市场多的是的 我在其他地方再骗一把 反正有的骗 好像他的生意还能做得下去 但是 迟早是不能长久的 你看这个大的商家 大企业家 他有共同特点 就是非常诚实 只有诚实的人才做得到 所以诚实是最大的回报 为什么圣人要告诉我们一定要诚实 他确实就是得到人生成功幸福的关键 那我们的那种颠倒 认为我骗一把 他好像得到点短期的效应 实际上未来全都被他堵死了 这个难得诚实说假话 在我们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难办了 各行各业都都在说假话 难得诚实 然后还尊贵自大 这里面就是大妄语 修道没有挣到果位 说自己正道了什么 自己开悟了 自己正果了 那么大妄语 这个尊贵自大 说自己有道 这都很麻烦了 那么如果他人 这个不接受 不接受他的欺骗的话 他就用暴力来 来蟹破 横行为是 对人家产生伤害 威胁人家 再就是奇语 不能自知 唯恶无耻 谈这个奇语 现在很多的搞隐士的 搞这个小品的 很容易犯到 为了追求票房价值 总是要在他的一些故事里面 去撒胡椒面 现在连 连海外的报纸 都在评价中国的 这些所谓的小品 就是关于性方面的东西 已经是太露骨了 觉得中国变化太大了 那这些内容在媒体上 电视上一播放出来 还有什么相亲节目 等等 你说会给这个广大的青少年 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感觉 然后你再看看那些报刊杂志 尤其那些杂志的封面 那些东西 充满着这种 这种色情的诱导的味道 这都是这个奇语的范围 这很麻烦 他在做这种恶的时候 他还没有羞耻感 还认为自己 我很有才华 我这个写的东西 拍的电视 讲的小品 多少人看 还要别人去恭敬他 这个大才子 如果不恭敬他 他又要用一种方法 让人家害怕他 欲人禁难 所以这些 这些不诚实的东西 也都是充满着 他的名利的追求 名利里面 还是跟前面的淫欲 又有关系 所以这五足恶事 都是欲望在之内 费涌的时候 大家都在用种种的 非法的牲口一三叶 来制造的这么一个恶事 所以这个 他敢这样做 就是对天地 鬼 神明 日月 没有敬畏感 不相信有这些东西 人死得灭 我就是活这几十年 我就要在这几十年当中 活得 达到我的目的 不畏惧 所以不信英国 他当然就没有 作善的 这种依据和推动力 由于之间上的错误 刚强难化 你很难去叫化他 他不相信 他只要成功 你跟他讲这个 三世英国六道轮回 要行善 要诚实 他还会哈哈大笑 这些东西 这个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他振振有词 他还跟你上课 我原来在学校 我曾经跟学生 讲过一次论语 当然大部分学生 也还愿意听 但少部分学生 就不愿意听了 不愿意听 我也在跟他交流 他说论语我是不愿意学 这是个什么时代 都是竞争的时代 你天天叫我学论语 那我以后不要跳楼吗 因为他从小的教育 就是功利的教育 就是吃不得点亏的教育 这很麻烦 这也不能怪这些大学生 整个社会的氛围 就给他一种 这种共为众恶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现在的青少年 已经不纯洁了 你看他的眼神 都是浑浊的 眼神是心灵的窗户 小孩子已经没有童年的时代 过早的进入到成年的 这种恶以我诈的 这样的氛围当中去 已经被污染了 所以人不幸福 这小孩对小孩来说 是很痛苦 你干嘛搞得那么世故 小孩就应该天真一点 浪漫一点 所以这些都跟之间有关系 他没有因果的敬畏感 不相信天地有鬼神 难可想话 而且刚鼻子用 非常骄傲 非常骄傲 傲慢 你要教化他 他还来教训你呢 他认为自己 人生经验丰富 是生命的强者 他要成功 你看现在多少成功 说都在讲述啊 怎么成功啊 到了一个要成功 讲述的时代 你说说 这个世间 你谈英国怎么谈呢 他要获得成功 等他获得成功以后 他还想他永远的保存下去 未可尝啊 就好像秦始皇 兼兵六国 做了皇帝 他是第一代皇帝 叫秦始皇 然后想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乃至于万世 都是他的天下 殊不知 秦二世就完蛋了 暴虐的政权 他是不能长久的 中国最长的朝代是周代 那周代从古宫潭妇 到周文王 这几代人 包括他们的夫人 三太 是积了多么深厚的德啊 才维持的周代的八百年的天下 所以最终是靠德的 不是靠暴力的 秦始皇 不能不说他很有雄才大略 很有暴力 但是他能维持多久 他的生命想追求长寿 也只活了五十岁而已 他的王朝很快 他一时宫廷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争权夺利就开始了 很快就完了 所以这些人 由于不信这样的一个因果 他认为就永远他都能保持下去 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家族的富贵 是靠什么力量来维持的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优据 天不怕地不怕 要靠他的权术 靠他的狡诈 靠他的谎言 靠他的强势 来维护他所谓的龙华富贵 这个过程也是长怀娇慢 目空一切 这种焦慢到什么程度 可以像希特勒这样的 他焦慢到 只有我热曼民族的血统最高贵 其他的血统都要干掉 这些都是很错误的之间 颠倒之间导致的一种残酷的行为 好 请看下面 如是众恶天神祭祀 耐其前世颇浊福德 小善福节 拥护助之 今世为恶福德尽灭 逐善鬼神割去离之 深独空力 深独空力 无属福一 受命中尽 逐恶属归 自然泼出 共去夺之 又其铭记 既在神明 殃究千银 当往去向 最暴自然 无从舍离 但得前行 入夷火火 身心吹碎 精神痛苦 当师之时 毁服何疾 好 先看这一段 好 就前面所展开的 四种口约的过时 那么我们 无论是巨生神 还是天神 也都一一 记录在八十田里面 那么这些 造恶的人呢 也许 他不会献报 奈其前世 波索夫的 孝生夫妻 拥护诸子 这里面谈到 艺术果的问题 这些造恶的人 也许 今世还比较得意 他为什么能够 常怀娇慢 肯定他还是 有点权势 还是比较 农药 如果他就 到了牢狱里面去 或者去捡破烂了 他也没有 娇慢的资本了 所以他 胃口常怀 常怀 交迷 说明他社会 地位 各方面 还活得不错 好 那么这里面 就要认 认证一个事情 也就很多人 对因果的一种质疑 说你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我们看到 恶人常常 还很得势 善人 还很潦倒 你怎么来说明 你的因果呢 好 这个现实的恶人还过得比较得势 这里面有个原因 就是奈其前世扑着福德 就是承蒙他的前世 扑着福德 就是捉了一些福德 他所捉的倒也不是太多 但是他捉了一些福德 这个福德包括他也许曾经做过三归一 也受过五戒或者住过布施 行过种种的善行 他中了这个福音 所以今生就能得到这个果报 这就叫义俗果 他享受他前世的善因 在今世得了一个善果 虽然当下他是恶人 但是他享受前面前世的艺术果 这就是他前世那种小善 在扶持他 在指认他 拥护柱子 这个由于他原来有福德 所以这个鬼神也会暗地里面来保护他 来帮助他 拥护柱子 这是前世的艺术果 但是就今生的行为 你今生造了恶 不诚实 诽谤他人 这个反正会赢会套 这些恶 这些恶 在住的过程当中 他跟前世就有个加奖成熟 你今世恶越做越多 你过去世的福德 慢慢的消耗的越来越少 到你的前世的福德 慢慢都消得差不多了 那那些善的鬼神 因为善的鬼神感召过来 是由于你前世的福德感召过来的 现在你的福德慢慢的灭尽了 那你这个善鬼神就慢慢的离开 离开你这时候 你的身体就是深空 深毒空力 你现在造的恶业 你自因自果 独自要承受 你今世又没有做善因 没有继续感到善神保护你 你就空掉了 空力 你再没有可以依护依赖的资本了 就这个意思 这里面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生命的 流转的一个秘密 一个善人如果有善神保护 他就在那种巨大的灾难的里面 他都会得到 辅助 营救 供业里面有别业 这时候你得到营救的 这种是怎么被营救的 你自己都莫名其妙 原来就是印竹文超 讲当时有个孟安居士 他谈一个例子 说他当地的一个事情 出了个车祸 那个司机 醉酒 开车 开了那个 以后从山路上 一下子摘到那个山下的 一个江里面去了 摘下去之后 全都 四十多个 包括司机 全都死了 但是 等到第二天 人去抢救 去救的时候 却发现 岸上坐着一个 三十来岁的女人 坐在石头上 奴 就是呆呆的 这个救护人说 怎么 你就是坐在车上的乘客 怎么大家都 栽到江里死了 你怎么在岸上来了 这个女人 一问三不知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但是 这就是神奇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但是她在岸上 那么孟安居士 把这个事情 给 映光大师说 映光大师当时 她们也说话 等到傍晚的时候 写了个条子 给那个 让侍者 递一个 孟安居士 就谈到 此女人 命不该死 当时 这个 竹善 鬼神 预先 把救她的方法 预先 准备好的 想 想逼 鲁士 就是 她命不该死 有善神 附佑她 等到这个车 要摘到江里的时候 她就有一种神秘的地 神奇的地 把她扬到了 车子外面去了 她就 幸存下来了 这是 去年我到 富贺浩特 那个跟我开车的 她也谈一个 她是一个 这个寺院大功德主的 一个儿子 她说一种 什么事情呢 她有 她有一天早上 那个内蒙 一般早上 如果下雪啊 她就会在地面 接身薄冰 薄冰呢 如果稍不注意 就会打滑 她那一天 跟着她的 妹妹一块上班 那个整个的 下的那个东西啊 她没有注意 就开车上去 一开 就打滑 就要向那个 那个路旁边 很深的峭壁上滑 就是那个路 路钩 这时候瞎坏了 她赶紧就是 这时候她的 她的妹妹就 就坐在后面 看到她那个 都要滑下去 赶紧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一念阿弥陀佛 她也懵了 她也跟着念 这一念呢 她们两个 两姊妹 这个车就 就打滚 翻下去了 翻下去了 她们两个人 不知道怎么 就站在路边来了 她不知道怎么 出来的 但是站到了路边 她的父亲听的时候 就赶紧到寺院 跟老和尚 哎呀 这是佛菩萨保佑 要么我两个子女 今天就完了 所以常常会出现这个事情 你念佛 或者有善神保护 你就不知道怎么出来了 就能安全 所以我们在人生的 记忆当中 你一定要行善 而且要集圣神的善 你才能得到 足善鬼神的富佑 你富佑就好办了 如果这个善鬼神离开你 而且恶神跟着你 那麻烦了 那你造恶很多 恶神就跟着你 好 那一般的来说 你是善的福德宵禁了 你就没有依靠的东西了 那么寿命中尽的时候 你这一生所造的恶业 你的口业的这种 两色望年 其余 恶口 都聚集在你的身上来了 诸恶首归 诸恶首归 它是因果的法则 自然而然的 就逼到你的神石 驱逐你的神石 到三恶道里面去 共去夺之 就是这个诸恶 这些恶的涅滴 共同聚在你的中阴身的阶段 来驱出你 来夺掉你的寿命 夺掉你所有的福报 逼到你跟你的恶业相应的那一道里面去 所以大家以为 不要以为我死了之后 我就 人死了就得解脱了 人死了就得不到解脱的 就好像佛陀在这说 有个人觉得生活很痛苦 想自杀 自杀了我就解脱了 自杀了解脱不了 你的念力还在这里 就好像你这条牛负重 后面的车子拉得很重的东西 你想自杀就能摆脱吗 摆脱不了 你自杀了 你还变成了 你还要负重 因为那个念力的重负就是你的 不是其他人的 那么再加上你的 名记就是你的姓名 父记都记在神明 神明都把它记录在案了 在功德部上了 有时候它是法尔自然的去记上去的 这点英国真是 它是非常快捷地就现前 有这么一个公案 说有一个男的 他是被阎王爷请到去做帮忙嘛 到晚上就睡着了 就去帮皇帝 帮阎罗王判案 判案呢 这时候他有一天去的时候 发现这个案卷上自然 出了一行字 显现是他的妻子的名字 他妻子偷了邻居 盗杀邻居的一只鸡 是十六两 十六两鸡 自然显现 他回去醒过来就问他妻子 你是不是偷了人家的鸡啊 他的妻子说 没有啊 还讲的没有 他说你不要骗我 没有 没有 那怎么我在阎王殿的档案上 会出现这行字 他其实一听就吓坏了 赶紧承认 是啊是啊 说我正在晒锅场 我晒锅 那个邻居的鸡要吃我的锅 我就都一个砖头过去 就把它这个打死了 打死了看看 这个鸡还很肥 我就把它藏起来了 这时候两夫妻赶紧把那个 长的鸡赶紧拿出来 再一秤 真的是十六两 一毫都不藏 赶紧就拿着这个死鸡 带着这个赔这个死鸡的钱 到邻居家 陪得道歉 说了很多好话 办完这事 第二天这个男的再到阎王殿去看那个中卷的时候 这一行字就没有了 自然消失了 你看这个小小的公案 它代表我们阳间的行为 马上在敏捷 自然就显现 然后你 你改过来呢 你们有了 所以这个 为什么要战战兢兢 奴随身员 奴隶身员 奴隶包兵呢 他是骗不了这些神明的 所以他记录在案 这个涅滴就在那个地方 你的罪央 你的过旧 就以后牵引着你的神石 就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去 所以轮回是靠什么轮回的 没有主宰的力量 都是我们的涅滴所牵引过去的 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呀 自然的牵到三个道里面去 这种罪报 也是法尔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报应 你是没有办法舍离的 奴隶随行 你造的恶业 在我们的夜市里面 是你离不开的 摆脱不了的 只有跟着这个涅滴前行 这个涅滴重 就露到地狱的火坑里面 就露到地狱的那种货汤里面 你身心吹碎 你这个身 是你原来作恶的这种身口 其之你的心是你那种敏顽不化的心 这种身心到了地狱里面就给你吹碎呀 这个身体片片的肢解呀 这时候你的精神痛苦啊 你呼叫都来不及呀 有时候痛苦的呼喊声音都没有声音出来呀 这就好像这个这个你要去煎螃蟹 煎螃蟹那个螃蟹也很痛苦 它的呼叫你听不到 然后你到地狱里面在那个铁盘里被煎的时候 你也跟那个螃蟹一样 到了这样的痛受苦的时候 你想后悔就来不及了 好请看下面 天道就难不得搓跌 固有自然山土 无量苦劳 辗转其中 世事累劫 无有出奇 难得解脱 痛不可言 是为是大恶 是痛是烧 勤苦如是 譬如大佛 焚烧人生 人能于衷一心致意 端身正行 独作逐善 不为众恶 生独度托 获其福德 度是上天 尼环之道 是为是大善也 这个天道就是指天地当中 因果的法则 它是那样的分明 那样的 这种 丝毫不爽 这个搓跌呢 就是 意思是 你不小心跌倒了 这个比喻失误 失误的意思 不得搓跌就是 你这个天地之间 因果的法则 是不会有 是不会有 错谬的 由于有 灭地的感应 就自然感得 出生地狱 恶鬼 这样的一个结果 让你这种 口夜的 四种过失 经受种种的 痛苦 你不是两舌吗 忘年吗 能够在那里 有拔舌地狱 把你的舌头 拔出来 用泥去根 用火去烧 拔舌地狱 所以 那么辗转其中 就三个道里面 辗转 从地狱道 到恶鬼道 从恶鬼道 到出生道 从恶鬼道 但慢慢地 转到人道 人道贫穷下贱 又造恶 又到三个道 也是 事事累劫 无有出其 难得解脱 痛苦 无法言表 这就是 第四种大德恶业 伴随着 事痛事骚 是这样的 不断地受苦 就好像大火 在人的身体当中 焚烧 在这里 如果人能深信因果 这个坚持戒律 一心致意 就是诚实 持不妄于戒 这样 众人 大家都在坑蒙拐骗 这个 假谎话连篇 自己也得住老实人 说老实话 也不要怕别人嘲笑 现在做个城市人 都有好像有点 稀有之物一样的 都会被人嘲笑 好像你这个傻瓜 这个不灵活 我们都不要跟着他们转 要独着足善 不为众恶 这样我们 自己的善因善果 就能度脱 善恶道德之苦 最终我们算总账 老实人最终争大便宜 那些讲假话人 最终得一个吃了大魁 要下三个道 我们要这样去看 那么这样 还能够获得上天的人天福报 如果有出世之心 还能得到三秤的胜果 乃至于我们以这个词 不忘于戒的功德 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往生的知良 究竟成就佛果 这就是四种 第四种大善也 回心转变 由这个恶就转成善 那么善是我们本具的 善才是随性的法性 造的这个妄语的耶 口耶 是违背我们法性的 是迷惑颠倒的 最终让我们不幸福的 你再想一想 你说的一句假话的时候 内心深处是不愉快的 为什么会有车谎气 车谎气它的原理就是 你讲的假话 你的心跳 你的血液 你的心理波动是不一样的 说城市的话 它的心波很坦然 你说的假话 你马上就不坦然了 这个心波就跳动起来 就根据这个来 来测量你的话 是假还是真的 所以你说假话 最终是自己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而且说假话 你开发不了智慧 为什么成则明义 明则成一 它实际上包含那种 你成事你就能开发智慧 你有智慧 你就会更讲诚实的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大老师人 绝对不能坑蒙拐骗 绝对不能花年巧语 绝对不能残年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们一定要诚实 修行 修行真的一定要诚实 这叫自成心 离开真成心 你没有具备这个数字的话 你修行绝对很难成就的 原发三心 第一个就是自成心 十八愿 你十八愿十生能够往生 也是自成心 有自成心 相信 愿意去 你才能感同佛地 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诚实的 我们不能用虚假的心 跟这个诚实的名号 去互动 只要用真诚心 跟真诚心 才能互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